請副部長一下 楊副部長請 副部長等一下直接上台 副部長你好 這個永安建的爆炸 其實也是 考驗我們政府面對危機處理時候的態度跟反應 那你在立法院所講的 永安建爆發時候國防部掌握的第一手情資 跟昨天高部長在這邊答覆立委質詢的 完全不同 你說第一手情資是我們駐喊五官告訴你 你在家裡也看了CNN的報導 你說你也隨即收到美軍太平良 這個總部的聯繫 你也收到AIT告訴你資訊 結果都不是 是部長接到總統的電話 才知道有南韓艦艇爆炸 政府官說謊是很嚴重的 我們看到的是國王部在處理整個危機事件的時候 他的草率跟毫無彰化 你認為是你說謊還是部長說錯 那就是你說謊 你怎麼可以在立法院公然欺騙立委呢 你不應該為這個事件道歉嗎 我沒有說法 我只是說我看電視 你說總統 你說高部長九點鐘就進到辦公室裡面去處理危機 事實上不是啊 事實上不是啊 事實上是總統告訴部長之後 部長才知道這個事情 你怎麼可以公然在這裡說謊呢 報偉我沒有說謊 我們要求的是國王部在整個事件上的處理掌握 要非常的精緻明確 迅速反應 我們不願意看到的是故意在粉飾你的不作為 我們有作為 你的講話顯然跟部長不一樣啊 那你剛剛說部長講了算啊 是嗎 是部長在統籌這個問題的處理方式 那就是你說的不對啊 在這邊我要這個說明 這是我看了媒體的報導 我並沒有說我做了什麼反應 那到底有沒有啟動國安機制啊 當天 這個國安機制問題 本部在昨天已經有新聞發布 現在的國安機制變成國安應變咯 向委員報告 國安機制不是本部來定義 是由總統來認定 如果你們現在 對於整個危機處理的態度跟反應 是這個樣子的話 是那麼草率 是那麼毫無頭緒 毫無彰化的話 那真正的敵人來的時候怎麼辦呢 向委員報告 關於國家安全 國家利益 人民負責的事情 我們也有一套 非常明顯 而且明確的做法 事實上 如果不是馬英九總統說謊的話 就是你們國防部在說謊 這裡不涉及說不說謊的問題 那事實上沒有啟動國安機制啊 國防部根本沒有啟動國安機制嘛 對不對 這個問題 是我們有在國安問題上 進行了很多的一些必要的作為 所以國安機制等於國安應變 跟委員報告過了 國安機制就是總統 找了外交部長 找了這個國安會秘書長 這是總統的職權 然後就是所謂的小型國安會議 就是國安應變 然後也可以把它渲染成國安機制 對於國家重大的國安問題 我還是要提醒副部長 啟動國安機制是非常嚴肅的事情 如果當天不是假日的話 當天是平常日子的話 它可能會造成國內人心不安 它可能會造成股票市場的激盪 你知不知道 我們對任何事情的處理都非常的慎重 所以我們的總統在國外隨便虎爛一下 為了作秀 為了表示他的反應迅速 然後就隨便呼嚨一下 見報就好 讓國人看到我們有作為就好 結果我們的國安部 是點點沒事情 也沒有什麼國安機制 然後再呼嚨一下說 國安部長知道了叫國安應變 所以我認為這個是非常的草率 而且是沒有任何的一個應變的機制跟彰法 我希望國安部記取這個教訓 在作為上我們會持續的檢討改進 我希望你們要記取這個教訓 而且你那一天在立法院的答案是非常不得體 謝謝委員指教 非常不得體 你有這個粉飾太平 有掩飾事實這樣的情況 你沒有把實話告訴立法院的委員 我們希望這個不要再發生 昨天已經高部長已經拆你的臺 在這裡當場就拆你的臺 說洋務部長講的不是事實 那如果不是事實的話 你就是對立法院說謊 這個是很嚴重 謝謝您的指教 我再請問你明天要開軍紀大會是不是 明天我們有個軍紀會議 軍紀大會是不是 為什麼要開這個軍紀大會 我們請總政戰局來說明這個活動的一個 為什麼要開軍紀大會 王軍長說明 委員好 總政戰局在每年都會在適當的時機 舉行軍風紀檢討會 那明天是上午九點到中午 由我們總長主持 是不是針對最近的軍紀不張 官兵出包連連來召開這次軍紀大會 這代表我們國防部有自我反省 坦承面對還有檢討改善的決心 我們從2009年的6月份 一再看到部隊裡面的軍紀事件不斷 一直到這個月份 還出現我們成功級的這個軍艦 1103號的正合軍艦上的槍還兵劉元倫 在苗栗跟人家卸鬥還殺了人 我們也看到2月26號 既得艦上有一個官兵去買內衣 然後自我猥褻還騷擾那個女店員 所以這個軍紀的事件還是層出不窮 那明天的軍紀大會是為了這些軍紀事件 要來整頓軍隊是嗎 我們有針對個案 也有一般的情形做統和的檢討 那我看到有我們國防部的人士 對外發言說 這個官兵過得太爽了 然後要用這個加強操練 加強操訓 要來整次軍紀 這個是不是事實 我想軍紀案件的發生 畢竟 不是說 今次軍紀案件的發生 就算是 該不會追到這件事 我會有關聯絡 但是我們要來追求 那些軍紀案件 都在各方面 要是 製作的 那些軍紀案件 有些軍紀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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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